上年期第三主日革命 马斗第四章 十二至十三节 一早听到约翰被捕的消息 便退避到加里拉加去了 他离开了纳扎纳 来到侧布隆 黄纳飞塔里境内 在海边的葛费庸住了下来 这就应验了伊萨尔亚先知的话 在侧布隆 黄纳飞塔里地区 沿海大陆 约旦河外 外邦人的加里拉雅厄 在黑暗中的人们 碰见了一道浩光 居于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 光明已为他们升起 从那时起 耶稣开始宣讲说 你们悔改吧 天国 临近了 耶稣原家里拉雅海边 走走的时候 看见兄弟二人 就是称为 百都陆的西门 和他的弟弟安德纳 他们是渔夫 正在海里撒网 耶稣对他们说 来 跟随我 我要使你们成为 暴人的渔夫 他们立刻抛下渔网 跟随了他 他从那里再往前走 又看见另外两兄弟 再拜得的儿子 雅各伯和约望 他们跟父亲 再拜得在船上 忙着保忙 耶稣就召叫他们 他们马上离开了船 和自己的父亲 跟随了他 耶稣走遍加里拉雅 在各会堂里教导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至于百姓的各种疾病 和各种痛楚 Fernando and Meliwitz 那些讲道前 喜乐和希望的话语 各位兄弟姐妹 主日好 上次 你们在我身后面 看到了约旦河 和百大巴勒 现在 耶稣要开始 他的公开生活 上个星期日 我们提到 耶稣的公开生活 开始于约翰施洗 我们要告别 耶稣受洗的约旦河 前往加里拉雅 他在那里 开始了公开生活 今天的福音开头说 耶稣听到 约翰被捕的消息 便退避到加里拉雅去了 他离开纳塞纳 稍微高一点 你们也可以见到 贝特塞达 五位中途之城 今天的福音提到四位 还有位是菲利伯 他们是湖边的渔夫 伯德鲁和安德纳 已经结婚 并住在葛法庸 他们在家里 招待耶稣 安德纳可能 也在那里 因为 他是洗脊约旦的门徒之一 他在巴达巴拉 的约旦河 遇到耶稣 耶稣可能分享了 要开始公开生活的计划 安德纳就将他 介绍给伯德纳 巴达巴达邀请耶稣 去他家 他从那里开始宣讲福音 简单介绍一下 耶稣时代的葛法庸 他一个渔夫和农夫的村庄 沿海岸 新延约300米 内陆新延约200米 大约有一千居民 和马丹加 或者是提比利亚 相比是一个小镇 他是很重要 因为 葛法庸是通往著名的 威亚、马里斯 海边大陆的必经之路 是从埃及出发的皇家之路 穿过大马时隔 直到美索不达米亚 葛法庸在加利纳亚 和哥兰的交界处 加利纳亚重属于 克洛德的另一个子 百多禄就是加利纳亚 在那里的国王 是克洛德安提伯 另一面是贝特塞达 即哥兰 还属于克洛德另一个儿子 当他宣讲被人拒绝的时候 他还可以安慰他 但耶稣换了住处 我们会问 他为什么不在纳扎勒 展开他的公开生活呢 实际上 在他公开生活里面 他回去纳扎勒 但人是不接受他 他们会问 你为什么不在者里 行你在葛法庸所行的呢 这个是我的理解 住在山里面的纳扎勒人 身风非常狭窄 他们没有准备好 没有办法打开的生活 去迎接耶稣要宣讲的歧视 这些人的宗教思维非常陪生 耶稣在那里生活了34年 他知道 他只能够从地处开始 是一个人们比较包容 和开放的地方开始 留在纳扎勒 就如在水中的作动 这个只是我的猜测 事实 可能并非这样 马特觉得 有必要 给出一个更深度的解释 关于耶稣 为什么选择在 国法庸 作为他公开生活的地方 宣布他的新的讯息 以及他带给世界的新光 马特说 是为了应验圣经的话 这就应验了 伊撒尔亚先知的话 在侍布隆 和纳菲塔利地区 沿河大陆 若旦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纳亚 当耶稣在葛弗庸开始公开生活的时候 这世日先知的话得到应验了 如果在旧约里面找到加利纳亚这个词 它只是出现过六次 而且终于一带而过 因为犹太人看不起加利纳亚人 犹太人持守纯正的以色列宗教 加利纳亚人住的地方 由亚帅的外邦人所占领 因此就用宗教观念来看 加利纳亚人是败坏的 他们的虔诚也受到严重的玷污 所以他们受到纯以色列人的排阶 他们也被认为是反叛者 有些是革命派 因此当耶稣以加利纳亚人的身份出现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可疑的人物 马道一定是一位出色的圣经学者 因为他引用的旧约先知的预言 是唯一讲到加利纳亚的部分 因此他一定非常熟悉圣经 这一节是在伊撒尔亚先知书中出现的 先知说什么呢 伊撒尔亚先知生活那个时代 正值加利纳亚被亚瑚军队占领的时期 具体说是提格拉、柏拉萨三世 亚朔的统治非常恐怖 我觉得那个时候 在每一个民族 好像亚朔人那样很侵略 他们极力压迫被征服的人民 这小时才面临的是 被占领的加利纳亚 就运用了黑暗的图像 黑暗似乎笼罩着这个地区 无法在那里生活 那些反抗亚朔的人们 被搞盲了眼睛 因此黑暗笼罩那地 意思是善致讲的这个神语 一个希望的信息 坐在黑暗中的人们 看见了一道号光 居住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 光明以为他们升起 在我身后面的照片 你们看到加利纳亚湖上升起的太阳 这一张和下一张照片 是一个有一天的黎明的时候 我和我们的祖缘在湖上拍的 你们看到太阳出来 产生了光的图像 这个自然的光 但先知宣告的是 将出现一道照耀世界的光 福音作者说 当耶稣来到葛法庸 他开始带给世界 从天而来的光 这样 先知的语言应验了 人们 希伯来文 过一 只居住在黑暗中的外邦人 终于看见了一道新光 希伯以为是一个新的君王 达味的后裔 终于要从亚述营压壁中 解救他的子民 从亚述压壁中 但天主以他自己的方式 以真光 实现了这个语言 这个光 将我们真正地从黑暗中释放出来 即使现在 这个黑暗 仍在使世界受苦 当基督的光 来临的时候 黑暗将消散 耶稣 这样开始了 他的使命 他来拘除什么黑暗呢 世上混乱生活的黑暗 这个狡猾的恶果 我们认为这些狡猾是智慧 是善用生命的人 不是这样认为 他们不信从天主的计划 只信从自己的诡计 这个不会成就生命 只会成就一个黑暗的世界 这个是很美的一幕 在耶稣二日先知书中 黑暗中受苦的人民 他问先知 你是艰夫 你知道这黑暗 还要多狗才能结束吗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 问自己的问题 这个黑暗仍在世界上 我们知道非常严酷 战争 暴力 家庭破碎 世界分裂 这个黑暗 还要持续多久呢 希望就在眼前 这个光开始照耀 这个光开始照耀 在郭佛庸出现了一道光 它将会慢慢照亮世界 因为我们知道 光明胜过黑暗 如果有房间是亮着的 我打开窗户 这个光就会照耀 不是黑暗 接下来的问题是 福音的光 什么时候会摧毁世界的黑暗呢 败坏 不正义 生活中 又论人们的痛苦 这个死亡的黑暗 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有人说 他们对这个光没兴趣 不关他们的事 没有耶稣在郭佛庸 开始照耀的光 他们的生活可以保持平静 这些人会说 这个是人家的问题 我觉得当神父讲到 基督徒谈论他们关心的事的时候 人们会说 我们关心的是工作 家庭 健康 他们说 我有很多挂心的事 我对这些事才感兴趣 你们很幸运 没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 你们的观点与之不同 不同的观点反而是对的 当我们接受这个光 生命中的一切就会改变 这个光随着耶稣公开生活 开始在郭佛庸照耀 宣讲开始了 耶稣的第一句话就是 改变你们的生活 改变你们的心态 悔改罢 因为天国已经来到了 天国已经来到了 以前是这个世界的王国 人们创造的王国 现在 天主统治的国终于来到了 他说给我们知道 人类群体应该如何运作 他们不是互相攻击的动物 他们必须意识到 基督带来的光 他们彼此是兄弟姐妹 是同一天父的子女 改变你的思维模式 归衣不是说要行善 当然是好 而是要说改变心态 我们知道 在世上的王国里面 有价值赤道 来判定我们生命中所作的抉择 这些价值赤道是什么呢 我们将什么放在第一位呢 我们调查一下 健康第一 金钱第二 成功权利第三 为很多人 性本能决定生命中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我认为 这个是世俗的价值赤道 是世俗王国的等级标准 我们再问自己 天国的赤道价值是什么呢 跟世俗是否一样呢 或者为世俗重要的 是不是正好 和为天国重要的相反呢 金钱排在第几位呢 在高位者决定 什么是公平吗 但金钱必须在下面 另一个价值赤道 首先是人 弟兄 爱 生命本身 价值赤道变了 归衣意味着 价值赤道的改变 因为我们将如同天主的朋友 但不许任何人 碰我们的价值赤道 这个是不可能的 耶稣要求 将真正重要的东西 放在第一位 按世人的眼光 谁在世俗价值赤道的最前端 谁就是最好的 但根据天主的判断 正好相反 耶稣以他的光 告诉我们 改变价值赤道 改变你的心态 和思维模式 这就是归衣的召叫 现在 看看一些人 是如何回应这份召叫的 我们看到两对兄弟 他们是首先 受邀 接受耶稣的提议的 这里需要立法澄清一些 这些不是神父 或收到人的圣诀 而是门徒的圣诀 你要不要接受 我的提议 生的价值赤道呢 你的生命 就建计于此 我们要认真对待 当我们面对新光 我们可以拒绝 闭上眼睛 因为我们不感兴趣 我前面看过 让我们看看 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光 会有什么损失 耶稣走过加利纳亚海边的时候 召叫了门徒 海总是让人联想到红海 我们受邀出谷 就要走向自由 遵从世俗标准的人 是不自由的 因为真正的人 接受天国的光 所提议的价值 他看见兄弟以仁 就是称为 巴克多禄的西满 和他的弟弟安德纳 正在海里撒网 耶稣对他们说 来 跟随我 我要使你们 成为暴人的渔夫 他们立刻抛下渔网 跟随了他 节奏非常快 耶稣走着 没有停下来 因为他要达到一个目标 邀请人们跟随他 他非常迅速地召叫人 当这个光来的时候 你必须说 是或者不是 因为他已经在路上了 当耶稣走路的时候 他以生命教导人 当他坐下来的时候 他以言语教导人 注意耶稣和亚巴罗的区别 以及他们的门徒的区别 当亚巴罗蒙照的时候 他听到 我我只给你的地方去 他就去了 这个就是区别 耶稣在这里 耶稣在这里 不要说 去 而是说 来 跟随我 我先去 我不单以 言语建立于人的盟约 跟随我 我用生命宣讲 我将是洗净约翰所讲及的 被损的高约 奉献自己的生命 这个是成功的生命 不像被派演的亚巴罗 门徒们受邀 跟随走在前面的一位 他们抛下如亡 这个门徒应该仿效的榜样 割舍所有阻止他 里行天主的新药 而不是世界所立的药的网路 所以 要割舍我们这些恐惧 我们的事务 世界的逻辑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 看到阻止我们 走向真正自由人的扭大 因为我们是 金钱 成功 事业的奴隶 我们妥协 按我们的虚妄 给他着色 不是 我们要坚强 让我们将这些阻止我们 作我们自己的网路割舍 让我们来的天主只成长 耶稣继续前行 又看见另外两兄弟 再不得的儿子 雅各伯和若望 他们跟随了父亲 再不得再保望 福音记载 他们离开了船 和自己的父亲 他们先离开了他们的网 离开父亲意思是 放下传统 父亲代表整个传统 在生活中 我们必须有勇气 剪断 妨碍我们 进行全身追寻的一切事物 船 象征我们的整个生命 我们的担忧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做事的风格 船是我们度过生命的地方 我们将继续工作 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如果以前 我们可以夸遥做事 为居高位 为敛财 我们今后不做了 现在 新光已经来到了 根据天主的判断 这个不是出于人 我们要以爱生活 即是奉献我们整个生命 让自己成为爱 结许 耶稣走遍加利纳亚 我已经让你们看到 荷纳扎恩 各发雍 以及湖边所有展开公开生活的地方 耶稣教导 宣讲天国的福音 治愈 这些都是拯救世界的行动 圣言的光 治愈所有非人性化的伤害 今天的建议 在这一年里面 让耶稣开始 祂公开生活的时候 开始在各发雍 照耀的光 转入你们的生活 当每个星期日 我们聆听主的圣言的时候 这个光将继续照耀 让祂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祝大家主人快乐 明天有很开心的星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